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大家录制了一个语音的导览 各位可以戴着耳机来看一些画 可是因为时间的限制 所以大概只有三十几分钟 不到四十分钟的时间 所以我们大概只解说了二十张画 另外我也写了一个文字的导览 各位也可以参考 可是因为篇幅的限制 所以大概也只谈到了二十几张到三十张的作品 所以今天可能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对比卡索的一个介绍 那从现在开始到四点半 我们会把他的上半生 他所受到的训练跟各位做一个介绍 那晚上的七点到九点 对他后半生 他的婚姻 他的情感 他的晚年的生活 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介绍 所以很希望能够对大家有帮助 就是在去看比卡索的画之前 能够有一个大概的心理的准备跟了解 因为去年台湾办了一个黄金印象的展览 我跟很多朋友说 我一点都不担心 因为对于台湾的一般朋友 不管是专业的 或者是刚刚入门到艺术的朋友 大概对印象派的话 不会有太大的陌生 印象派明亮 甜美 颜色非常的漂亮 所以大概你可以凭着一个人的 视觉上的本能跟直觉 立刻进入到印象派的世界 而且我们从小成长的环境当中 不管我们的餐厅 客厅 咖啡厅 大概挂的复制品 大概都是莫内 马内 雷诺瓦 所以其实印象派跟我们有一个 蛮熟悉的一个关系 可是比卡索这一次的展览 我自己一直等着到一月 我想有三四个月的时间 不知道台湾能不能借比卡索 通过二十世纪 我的意思是说 比卡索一直被认为 是一个二十世纪的重要的关键 跟一个桥梁 就是通过了它 我们的艺术的发展 也就到了二十世纪 很多人在复制品里面 看他的作品会觉得 比卡索不好懂 我想不好懂的原因 是因为比卡索他跨越的时代 的确是从十九世纪 一直跨到了二十世纪 他生在1881年 我们可以算得出来 那个年代是十九世纪的年代 在1900进入到二十世纪的时候 他已经十九岁了 我刚刚提到说 在进入二十世纪的时候 比卡索思考 作为二十世纪的人类 他将要跟十九世纪 有什么样的不同 他将要提出 这个一百年当中 人类在政治 经济 科技 各方面 不同于十九世纪的 一个什么样的特征 其实我想比卡索 这次在台湾的展览 我自己一直期待 我们对二十世纪的 这个特征做一个了解 因为我想各位都了解到 我们还有一年多 就要进入二十一世纪了 所以比卡索的重要是 他不愿意重复 十九世纪的人 看待生命的一个态度跟方法 所有的美跟艺术 是跟着时代的 外围的这些环境 一起在走的 二十世纪人类的 所有对生命价值的看法 有什么新的不同 他必须不断在艺术上 去做表达 所以我们看到在 比卡索的这个 死后的生命当中 对他自己的艺术形态 一直在做突破 跟某一种超越 我们觉得跟着比卡索的脚步 去跑的时候 有一点累 因为他几乎从来不原地踏步 他轻视一切重复 跟自我的这种抄袭 所以几乎我们看他 创立了一个画派之后 很快他就再一次出发 他拒绝原地踏步 他觉得原地踏步是一种可耻 在任何的一个领域当中 不进步 他本身就是一个停止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 比卡索一直把他自己的生命 作为一个形成以后破灭掉他 毁坏掉他 他从来不珍惜 他自己完整的那个形 比如说如果他有一个形 这个形他就把它打碎掉 然后他借着这个打碎掉的形 重新再去组合 组合成下一个新的生命的形态出来 所以我想我们在比卡索的世界里 感觉到的陌生是因为 他的变化一直在往前超越 可是如果我们放到20世纪 整个历史的这个过程当中来看 比卡索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止过 到1973年 比卡索以92岁去世 那当时法国的整个评论界 给他的最高的一个荣誉说 比卡索提前了27年 结束了20世纪 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比卡索代表了20世纪 比卡索本身是一个 20世纪的一个象征 他的死亡代表了20世纪结束 所以其实1976年 法国建立了庞碧度艺术中心 他们意思是说 我们这个现代艺术的中心 将要成为21世纪 现代艺术的一个新的榜样 所以世纪的交替 并不是以1800 1900 2000 其实是人的 在创造上的一个结束 所以1973年 比卡索的死亡 一般人认为在现代艺术上 它是20世纪的结束 其实已经预演了一个 跨越到21世纪了 所以下面我想我按照年代 把他的资料 把他的作品 穿插 延续下来 那么各位也许可以了解 这个生命 他究竟在20世纪 为什么给予我们 这么大的一个震撼 而如果我们到了现场 去看他的原作的时候 我们会在那边得到什么样的震动 因为我相信比卡索是有争议的 我不希望他这次在台湾 引起的 是跟黄金印象一样的结果 黄金印象 几乎每一个人看完都说 好漂亮 好漂亮的东西 可是比卡索有漂亮 也有非常让你难堪的东西 比卡索有美 也有非常丑的东西 比卡索有非常温柔的部分 有非常暴力的部分 他在20世纪看到了人性的两面 他发现人可以极其的善良温柔 人也可以极其的残酷跟败德 这些部分都是人的部分 也许19世纪的人类 还没有能力去面对人的这种多重性 可是比卡索开始面对了 而且他也开始呈现 呈现的方法不是用 不只是用分析别人的方法 更重要是用对自己的诚实 所以不断地去展现 所以我相信在展览开始之后 至少对于比卡索的婚姻 爱情 性 我相信在台湾会引起 非常非常大的争议 已经听到一些女性的朋友说 这是一个坏男人 其实我们有时候碰到一个人问说 比卡索到底结了几次婚 你都觉得很难回答 可是我们很容易掉到一个 很世俗的角度去看 所谓一个人在爱情或者性婚姻 这件事情的一个态度 我想重要的是 我们看到比卡索自己的一种 在情感生活上的焦虑跟不安 全部变成他创作里 非常重要的一个表白 或者我们说在十九世纪以前 人类努力地使婚姻等于爱情 爱情等于性 可是在二十世纪 西方的整个的道德跟伦理的改换 发现爱情不一定等于婚姻 我想我们都可以从自身 再去思考这个问题 婚姻不一定等于性 有性的关系 不一定是婚姻的关系 有爱情的关系 不一定是婚姻的关系 这样的一个分裂的过程 使得二十世纪的西方 在哲学 在伦理的命题 在社会学 道德学上 有各种人在做这样的争议跟议题 那比卡索在他的艺术的世界 在他美学的世界 呈现出他最诚实的这一面 所以如果我们要争议 皮卡索的时候 其实应该回头来争议 现代人所有的情感生活的形式 比如说婚姻可能属于法律的部分 属于社会的保障的部分 爱情属于一个自己 心里面所感觉到的 那个崇高跟理想的部分 性可能是肉体的 一种欲望这些部分 好 这些东西 在皮卡索的世界里面 尤其是这次来到台湾的作品当中 最明显地呈现了这个部分 那我们在下午的这一个场次当中 大概还碰不到他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在上午 下午这个部分 我们只会谈到他的可能粉红色时期 他最主要的改变在1925年 他的第一次婚姻 濒临破裂的时候 他开始面临到 现代人的整个婚姻上的 巨大的课题 我这样讲的意思说 我想 我不赞成一般人 把皮卡索当成一个个人的传奇来看待 皮卡索的重要 其实是因为他代表了 二十世纪许许多多的人 他的生命的一个形态 只是他也许比更多人 更直接的 或者更不愿意掩盖的 去把它呈现出来 比如说也许 我们在同一个时间看到 东方有一个张大千 西方有一个皮卡索 可是我们都知道 皮卡索谈了几次恋爱 结了几次婚 婚姻发生了什么问题 可是张大千的话里 我们从来看不到 那有或者没有 我不知道 可是这里面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就是我们看到皮卡索的身上 他在的艺术跟他的生命 是在一起的 那张大千是不是在一起 我不敢说 可是我们的绘画 其实好像避开了 所有在生命里面 应该要表白的东西 所以皮卡索的性 婚姻爱情在他的话里 皮卡索的政治态度 也在他的话里 1937年他画了非常有名的格尔尼卡 因为西班牙的右派政府 弗朗哥去轰炸一个小镇 死了很多人 那皮卡索只是一个流亡在外的画家 一个手无寸铁的一个画家 他画了一张巨大的画 去控诉 当时西班牙的右派政府的领袖 对人民的屠杀 那韩战的时候 他画了一张韩战的屠杀 我们看到皮卡索在作品里 政治婚姻都成为他的主题 那回头来看 我的意思是说 也许我们20世纪的绘画 常常还在19世纪 因为它是 它是某一个现实的转移 它有它的意义 在宋朝元朝的时候 我记得上一次在这边 跟很多朋友谈的时候 是谈宋朝的话 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东西 因为一个艺术家 在现实里受伤了 因为政治受伤 现实受伤 所以我走到山里去 我从此不看现实了 可这一次的上山 一千年都下不来 一千年都没有下来 所以我们看到在故宫博院 我们看到非常动人的作品 可是它是一个 一千年不愿意下山的 一个艺术作品的美学 可是皮卡索让我们看到 所有走入世俗 走入到最激烈的生命的现场 生命就是一个现场 你要不要走进去 它常常画自己 是一个斗牛场的牛 我想斗牛场的牛的那种感觉 就是它会给它 很大的一个撞击 我讲现场的意思是说 它不希望生命 只是一个书面上的理论 它其实是一个临床 生命应该是一个 不断的临床的经验 所以它所解剖出来的 一个生命经验 也许各位会在它陆续的这个 下面我们看到的幻灯片里面看到 所以我想下面 我就用 先用八十张的幻灯片 把它青少年时期 一直到蓝色跟粉红色时期的作品 我们完整地先看一下 好吗 我们刚才提到 皮卡索在1881年 诞生在西班牙南边的一个地方 叫马拉加 马拉嘎 那这个地方非常接近北非 如果在地图上等一下各位看到的话 它是一个最南边的一个城镇 那马拉嘎是属于安达鲁西亚省 西班牙的安达鲁西亚省 它跟西班牙北部的这种 比较已经文明化的地方非常不同 它有很长久的非洲人的统治 就阿拉伯人的统治 然后它有一种很野的生命力在里面 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安达鲁西亚省那一带去旅行 你在视觉上看到最多的东西是 红褐色的土 然后长出仙人掌 全是仙人掌 那仙人掌这种很雕塑性的一种视觉经验 里面有一种很强悍的那种生命力 很多的刺 然后仙人掌花本身的颜色 紫红黄 都是很鲜艳跳出来的色彩 我印象当中在年轻的时候到那个地方去 感觉到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东西 在视觉上一直在打击你的东西 那另外这个地方是西班牙比较穷困的地方 很多一般西班牙人谈到这个安达鲁西亚省 总是谈流浪汉 基布塞人 小偷 扒手 这一类的 斗牛 大概就变成安达鲁西亚省的一种 很特殊的一种民俗文化的东西 所以比卡索在这个地方长大 一直到十岁 我相信十岁整个童年给他的最强烈的印象 是这个地方的光线 强烈的那个地中海沿岸的光线 色彩 以及强悍的民风 一种民风 他非常爱看斗牛 从小就混在那个斗牛场里面 去看那个 一个极其精壮 生命力非常顽强的牛 而完全知道他的宿命的 去被刺杀 所以比卡索后来一直喜欢把自己化成 斗牛 他不是斗牛士 他觉得他是牛 因为牛是知道他的宿命的 他的毁灭的结局的 可是他在整个冲斗的过程当中 还是这么顽强的生命力 我想那个才是比卡索真正从童年 所引带出来的一个基本的 基本的一个利率 他在整个冲斗的那样 他在整个冲斗的这种 他们都在整个冲斗的 正在整个冲斗